第四课 弟兄姐妹平安 大家累不累 感谢主啊 都有使命了 我们今天来进入第四课 就是这一部的第四课 我们今天早上要来讲这个整合 就是态度 直度跟品格的一个完美的整合 我在想诗篇 歌里多前书13章 我们今天要讲13章13节 可是我觉得这章太美了 是爱篇 我们把整章都读完 我们把这个歌里多前书13章 这整章都把它读完 我们都很喜欢这一章 就是把我讲到这个爱的真谛是什么 也就是神的本性 祂就是爱 所以这一章是让我们来称颂爱的时候 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整章 当然今天早上我们会把焦点放在这个整合 就是第13节 可是我们从第一节把它读到第13节 我们求主将祂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让我们被祂的爱所充满 带着属灵的权备 在这个职场得地无言 我们找到的时候 我们再次我们请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很整齐的 就像精英一样 军队一样 很整齐的来读这整章的经文 更多前书13章 从第一节到第13节 好 三二一 请 我若能说万人的话言 并坚实的话语 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名的罗 像的国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人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神的信 叫我能够一生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干所有的周纪穷人 又舍弃生教人分操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福利 爱是很久仍然 又有恩赐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绽缓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利处 不轻易怀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利 只喜欢真理 凡事暴隆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先知讲道 只能忠必畏于无有 说话言 只能忠必停止 知识也忠必畏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他完全地来到 这有限的离归于无有了 我做孩子的时候 放育像孩子 心事像孩子 忆愿像孩子 继承的人 就把孩子的事游戏了 我们如今 把国类的离职观看 我无情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如今长城的游戏 有无恶 有爱 这三年 其中最大的是爱 我们请得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 你的信誓 何其广大 主要让我们每天 敬遇在你的恩典里面的时候 主让我们不要放纵 肉体的事 让我们能够切实地 来彼此相爱 今天早上 我们来进入这个 希望爱 这个完美的整合的真理的时候 求主你借助 这永恒的真理来教导我们 这个品格 态度和直度 之间 那个完美的整合 是一个何等美的图片 求主你帮助我们 开启我们的心窍 让今天早上 你来向你众 而你来说话 让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 能够在企业界里面 在我们的事工里面 我们都能够来追求主耶 能够来将一切的荣耀 来归给那三亿的真神 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宝贵名祈求 好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第十九课 就是刚刚我们这两天 这两天我们有讲了 我们首先我们讲态度 然后那个是先知性的 然后我们有讲我们的态度的高度 然后我们有讲我们的直度的框度 然后我们有讲 昨天最后他们晚上我们有讲品格 就是品格的深度 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三角巡的整合 我想先用一个美国的一个案例 一个真实的案例 从这个案例里面 我们是从一个比较实际的角度 来看这个一个企业的品格 这个态度跟直度之间的一个很紧密的关系 然后我们再进入圣经的真理里面 我们再一起的来思考 准合所带来的完美能力 荣耀 权柄和能力 这个案例呢 可能你们当中也有听过 也可能也熟悉 这个就是在美国 可能跟我们这里不一样 美国是麦当劳的一个案例 有一天在大概十一点钟的时候 有一个顾客就走进麦当劳 在那前台的小姐说 我要一份早餐 那小姐说 对不起先生 我们十一点以后 我们是没有预备早餐的 就是已经不卖早餐了 这是麦当劳的一个制度 那个人不客气说 不行 我就是要你们的早餐 那个小姐就 好 怎么办 就问她的经理 她经理说 制度是什么 你就告诉她 过了时间 其实是没有早餐的 小姐又来到前台 跟她先生讲说 先生 我们麦当劳的制度 过了十一点钟 我们是不卖早餐的 不过那个人 这就不得了了 你在美国是可以买枪的 枪扒起来 你这个前台的小姐 你卖不卖 我就是要你们的早餐 小姐吓坏了 作为前台的小姐吓坏了 那麦当劳的经理 怎么办 有枪指中我 那个经理讲说 还问什么 早餐给她就是了吗 这个案例呢 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美国当然是 谁都可以有枪 其实我一直去美国 谁都不到的时候 没想到我的长老 家里都有起把枪 他说他又来打猎了 美国都是可以勉强 这个真实的案例 我想就教导我们一些什么东西 制度是使得 人是活的 制度是可以管好人 管不了败卖 这个要喊清楚 你的公司里面的制度 是管不了这一些坏人的 品格比你的 这个制度还更重要 制度只管好人 不能管坏人 制度是使人 人是活的 人是活的 所以制度必须要 灵活 这样就知道 所以当我们在思考 这三个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我希望你的毛里面 也不断的出现那个方法 就是真理人意和世界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这几天 包括很多时间 从一个 我们从早上来讲 从一个高度 一个态度的高度 然后我们讲 宽度 然后我们讲深度 今天我们要把它三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刚从初的案例来说 除非一个企业里面 有品格的深度 它就不可能有企业的态度的高度 你的深度 决定你的高度 你的高度 也决定你的直度的宽度 直度的宽度 是必须宽 因为它是实的 而你必须是灵活的 我们再从保罗所讲的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张 很长的经文 十三节经文 爱篇 在书信里面 常常把这三个事情的整个态度 你旁边你写一个信者 在品格你写爱者 然后在制度 勿忘 我们中间讲到宽度的时候 我们知道企业会有很多 困难 有很多的挑战 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呼召 你知道你的高度 你的呼召的时候 我们是被呼召姐姐问题的 企业家 企业家就是姐姐问题的人 如果没有问题 你不需要做企业家 这个世界不需要企业家 如果没有问题 所以感谢主神 给我们很多问题 不然我们就失业了 你告诉你旁边的人 感谢主我们都有问题 我们都有问题 我们都有问题 你知诗人在诗人在诗篇四一节 四章四篇第一节说什么 他说 那写我唯一的上帝啊 我向你呼应 你就应应我 所以上帝嫌我唯一 嫌我身高 让我能够身高 让我能够有这个高度 是因为我向神有这个深度 我向祂祈求 我跪下来 祂应应我 所以在困苦当中 在这个直逗一切的困苦当中 他使我狂怀 这是一个很重要 做一个企业家 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的脚要窄 的意思就是 我们好像走在一个干线上 我们是走进这个天国的窄路 很多人可以妥协 可是我不能妥协 世人很多东西他可以做 可是我必须要走在这个窄路上 我虽然我的路是窄的 我要进窄门 我走小路 可是 它使我的心是宽垮的 所以当我们讲到尺度的时候 你心胸真的要很宽垮 你心胸真的要很宽垮 你心胸不宽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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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直度会把你整死 所以直度是死的 人是活的 人是活的 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 不要让 让 狂度来界定你的高度 让你的高度来界定你的狂度 换句话说 Let biblical principles inform your policy not policy to inform your biblical principles 让你经营的理念 圣经的原则 来管制你的体制 来界定你的体制 而不是你的体制 来界定你的原则 你的原则是不动的 你从高度上去 你看下来是一网无尽 整个图片 你要看得很清楚 这个是一个领袖的高度 带领 能够带来清晰 一个很重要的 就需要有高度 可是在这个宽度上 你站在地面的时候 你无法看到 这边是什么 那边是什么的时候 所以你需要有框框 所以诗人诗篇第一集说 选我唯一的上帝啊 我向你呼应的时候 你就应应我 在困苦当中 你使我的心来个框框 所以我们在明白这三个整合的时候 我们明白深度高度到框度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我们取一切的力量 这一切神跟我昨天用了三个原文的这个能力 我们讲Dunamis就是影响力 你的高度带来影响力 直度Gratos 直度Gratos 治理的能力 跟复活的能力 跟全病 你的品格所带来的全病 Exaltion 这三个整合的能力 这三个整合的能力是一个以创造宇宙 神救助人类的那个能力 是无比的能力 是放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 就好像我们把这个瓦器放在我们里面 要掀出这个莫大的能力 可是必须带来完美的整合 日记兄姐妹们 每次我讲到这个整合的时候 我每次都要再次提醒一个笑话 这笑话可能帮助我们明白 这个整合的道理 可是还没有讲这个故事之前 我想那天我又讲了这个 以赛亚书第34章16节 这集经文是一个整合的经文 这整合的经文说 你要用 你要 研读耶和华的书 研读 就是用你的 你的上意识 用你的心去宣读耶和华的话 然后你发现 这个匡入恒的这种爆炸力 爆炸力 就是天使地利人和 那种的引爆 这个是神让人扩张境界 头心跟手的 Head Hearts and Hands 所带来的这个 所带来的这个 引爆 所以说你要 宣读耶和华的书 你要查考耶和华的书 用头 你要宣读耶和华的书 然后他再讲到这个道 是无意缺少的 无意缺少就是整的意思 完整 神的话是完整的 神的话的完整性 就是说他没有缺少 一切关乎生命和境迁的事 已经赐给我们了 皆因那认识那 以他荣耀跟美的 照顾我们的族 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在职场里面 我们一切的挑战 一切的问题 一切的困苦 圣经是一方案 他说无意没有半偶 那个叫做赫尔 赫尔呢就是 因为神的话是完整的 可是在这个完整里面 你发现有很多在 张力在里面 有爱跟公义 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 信心跟行为 属不清 圣经里面 每一节经节里面 谈到基督的时候 都有一些的张力 所主要的就是 君王跟祭司的张力 商人跟 企业家跟牧者等等的张力 你知道为什么 那特会吗 特别请企业家 跟牧师在一起 因为我想把你们放在一起 来引爆 使道来偏埋 把耶和华的荣耀偏埋 全定 能够让牧师跟企业家在一起 彼此相爱是不容易的 我是一个取得家 我也是个牧师 我都知道你们两边的观点 你对对方又爱又恨的 牧师爱你的钱 可是我爱你的品格 没有 你有时候看不起人的牧师 你说你这个牧师 是不是人间人活的 角落也不着地的 你没办法落地 所以这个张力是存在的 神的话语里面也充满许多的张力 很多人不懂圣经是因为很明白 怎么整合这个张力 他不明白其实这个张力 其实就是力量 我告诉你 今天从圣列引动 你把两个女人跟男人放在一起 世界就接触了 哪里有哪里 男人和女人不一样 可是上帝要结合他们在一起 君王跟基督 圣经里面充满张力 所以他说 这都无意欺少 神的话是完整的 可是在这个完整性里面 一个同伴和两面 他必须带来一个完美的张力 这个完美的张力 就是创造宇宙的力量 跟救赎的力量 所以你看为什么保罗要花这么多心事 在祷告的时候 一幅所说的第一章 十九节二十节 他一共用了四个不同的信号字 来讲这个爆炸性的能力 为什么 他说那对那性的人 所写的能力 是何等好大 先知性的恢复 君王性恢复 Kratos 智力的能力 跟那种死 是要基督出死里复活的能 后面的那个Exousia 那个权柄 为什么圣经要花这么多功夫 讲能力就好了 为什么要把荣耀能力跟权柄 整合在一起 因为圣经里面充满张力 所以神话是完整的 可是无一缺少 他也是无一没有办法的 你想一想 我们现在在方舟 我希望你想起这个图片 当时 诺亚教那些每一对一对的 鸭子 公的 母的 慢慢的走 大象也当 一公一母 走进这个方舟 一公一母 无一没有办法 因为神的心意 就是要和 他设立婚姻的目的 就是要来反应这位神之合一的神 所以无一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对这个整合的观念 必须建造一个很平衡的基础 今天教会出的问题 是不平衡的问题 传统教会走进一遍 灵恩教会走进一遍 所以大家骂来骂去 所以造成整个上帝的国 不能建立起来 大家都是在下次梦想 不能够从高度来看 你没有办法看到前面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像那依法连一样 在荷斯亚书第七章十八节说 以法连以外邦参加 就好像没有翻过去 一边太骄傲一边不说 没有平衡 你没有平衡不用谈整了 因为你都会偏向一边 在我们国度的图片里面 我们都来自不同的背景 俊美的图片 虽然你跟我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们千万和一 我们不是同意 我们不是穿一样的衣服 你的老公跟你老婆是长得跟你孤独 一样的就有问题 所以在不一样单纯 不是同意单纯 可是在那个荷义里面 这是神的行为 所以他说 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 神的命令是安定在天 他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 神的话一出 且不突然返回来 他必成就他说 喜悦的神 所以真言书是这张二细结束 人心中有许多的仇算 可是唯有耶和华所筹定的 是他的旨意 不是你在做 你以为你叫做 计划想如果是从那一些 那些以前我们那些明界信仰来背景的 书口你翻了多少都翻不出他的 主来佛的五脏子 我跟所指引 神有戒对的主权 可是他 我们也有这个 所以就帮助我们 他的口一出 坏出这一步 突然返回 他必成就他所喜悦的时候 他说 我的口已经吩咐 我的灵将它寄起 神的话就好像光 可是光被积极在一点的时候 它变成雷射 这个雷射 连十八重的钢板 都可以突破 所以神的话 就是生命 就是人 上帝的道 我希望在这个陪顺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神道 而被转化 他的灵将它寄起 是一定带来突破一种 无比的创造力跟救赎的人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个整合所带来的一样 刚才我说了 平衡很重要 是一个整合的集中 你没有办法平衡 直度 品格 态度的话 你不可能这么 你会偏向一边 所以今天有人在谈直度 不谈高度 不谈态度 也不谈品格 问题很大 如果你着重一个 你可能有高度有深度 可是你没有宽度 你存不了是 这三个受高者的身份 都同样做 这平衡很重要 所以我们在上这些课的时候 是在帮助我们的思想里面 我们在做的是基督的道理 他是唯一的道理 所以平衡是基础 平衡是整合的基础 你看上帝所造的每一只鸟 都有一双的吃盘 你想一想 如果 基于吃吃盘的话 他怎么能够奥祥在上帝的恩典空中呢 是不可能的 是求主在我们的平衡 神造我们很奇妙 我昨天讲我们的RAA 我们之所以能够 我们的思想有那种连结性 是因为 神在造我们的时候 祂很注重这平衡 当我们的身体里面 我们稍微化学物质失衡的话 或者是这个 很微妙的化学物质一失衡的时候 我们的脑细胞就无法从一个 我们的细胞把信息传递给另外一个时候 这个就是原因 为什么有些人站上台的时候 他的头脑是空白的 前天晚上才背得好好的 在家里背给老婆听 还蛮不错的 可一上台就刚空白 为什么 因为他紧张 你紧张你的化学物质就失去平衡了 一失去平衡 你就空白了 为什么空白 因为你的脑细胞的一个信息 无法传递给另外一个信息 终胞 所以这个必须要一个连接 祭司性的连接 我每次想这个笑话 是帮助你明白平衡的主要事 有一个很传统教会 在传统的教会使气沉沉 怎么祷告都复兴不了 那牧师也很担心爱教会 他发觉到可能教会每个人都是脸弯的成长的 不像我们一样 抱来抱气 跳来跳去 这么喜欢 他就开始担心 这教会的将来 他想 这个牧师也不错 他是当领袖的自己负责 他想可能是因为我讲道太枯燥了 大家都不会想 所以他就决定去参加一个特会 教牧师讲一下话 他就来到这个特会 这个特会的讲言一上台 就告诉他 亲爱的牧师 我要跟你们宣布 我一个私人的秘密 这个秘密呢 就是我人生在最幸福美满的那一刻 是我躺在一个女人的怀抱 而这女人不是我的太太 但是下面的牧师就张高来出我都会了 都开始紧张了 他们紧张 再回家也不紧张 亲爱的牧师 你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 就是我的妈妈 我进了我 来那个牧师 听到这个忙幽默的 我下个主日要用在我的教会 他下主日来上台的时候 前排当然传统教会就做了知识长老 他上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妹 牧师有一件私人事情要来向你们宣告 我的人生最幸福美满的一刻 就是当我躺在一个女人的怀抱 这女人不是我的师母 哇在传统教会里讲这种话 前面那个长老就是眼睛瞪着那个牧师 要把那个牧师吃了 又会场一紧张就好像空气被抽到一半 一紧张 那牧师的话是 失衡了 一失衡就空白了 一空白了他就紧张了 一紧张就说 糟糕 我忘记那个女人是谁 我希望你们明白 这个证法的道理了吗 平衡很重要 我告诉你的平衡不是你自己 你要记得 你把神的道 制衡当中读出基督 你会发现你人生会越来越平衡 你的恩高会不断的浇费 你站在讲台你也一点都不担心 就是总理坐在下面 你不怕他们 因为你是君尊的基石 圣洁的国度 所以平衡很重要 以基督为中心的期待 是可以抓住这个世界的 是可以把神的荣耀 带到地上 所以我们求助来帮助我们 和牧师给我那个笔 不知道到哪里去 再来 好 谢谢 还是我同工好好讲 我现在有这个 我现在可以回来这个吧 我今天 有点不照着这个地方讲 可是重要的一些思想 我们必须要把它 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整合 我们看下面会也看也乱 因为在制衡当中 都有神的这个话语里面的奥秘 你是独自不尽 你是挖起不完 基督的一切的丰盛 神一切的丰盛和奥秘 都是在基督里面 我们那个不见了 好 我们来先看这一个 我们要知道 在我那本书一开始的时候 我写了一个序就是有讲说 书信是解析基督的 我觉得我不讲了 你们可以从书上 可以看 在解析基督的时候 是照着神的形象 所造的新人 就是这三个人整合 这个至少在这个座位里面 你一定要把它印在你的性感上 这个头所代表的 是先知性感 是你的态度 你的高度 然后仁义的君王 就是你的制度 圣经的基石就是爱和品格 你看起 神在祂道里面 跟祂所创造的世界里面 你看一道白光 是三个主要的颜色 组合在一起 变成白光 所以虽然有时候我们看到 青或是红 另外是蓝 是这样子吗 就是 有时候我们找出一点 可是有时候我们看的是白光 一个很完美的整容 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 如今长存 有信 有望 有爱 最大的是爱 我这么很多教会 我听过一些 很多对这些经文的错诫 他说我爱一句大事 因为在有恒里面 不需要信也不需要忘 这是用能谋记 来解释行为 是错误的 不符合圣经 圣经 圣经没有这么讲 圣经特别 你说在King James Version里面 它用的是 Abide 用一个S字 通常 你前面就讲三个 你的Abide 就不可以放一个S的 为什么他又好像 把这三个看着一名 因为是一个完美的整合 所以我们千万 而且很多人错误解经 因为在有恒里面 你不需要信心的 听起来好像很符合我们的逻辑 其实 在言文里面 如今 不是讲现在 有很多人用这个Now 它是在讲 对不起 谢谢 它是在讲 这个完美的整合 其实在永恒里面 有信心 有彷徨 有爱 爱之所以最大 我上面有放了好多的原因 我会参常把它放在我们的企业的应用上 这个整合上 我一个一个一个的我们大概快快看一下 这下面就是上几个的原因 我特别的把这三个图放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有一个对照 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用一个案例 是要告诉你这个秩序 你有深度 有品格的深度 才可能有态度的高度 有态度的高度 才能够有君王的狂度 这个秩序 这个秩序很重要 深度有了才有高度 高度有了才有狂度 不可以本末倒置 这个秩序也界定了 为什么爱最大 所以呢 我昨天也讲了 圣灵所借的国子 是使用一切恩赐的权力 exhaustion 你没有爱 你不配使用恩赐 我虽然懂得万国的方言 与天使的原因 可是如果我没有爱 我只想着罗名了吧 所以不要高级方言 圣经没有让我们高级方言 高级方言的就是 在圣经没有花功夫以来 为高级方言 我这么讲是圣经讲的 不是我讲的 你就是懂得神一切的奥秘 你先知讲道 明白神一切的奥秘 你没有爱 你说的是什么 你就是把你自己全身奉献 什么都变卖所有 把自己粉上 你没有爱 这对你一点益处有没有 所以 没有圣灵界的国子 不要谈恩赐 恩赐 恩赐防徽 让你 分争结党 让罪的教会分成两个爱 所以我们不要 本目倒置 所以爱是最大的 爱的最大不是在有痕中 没有信没有忘 爱最大是因为神是从爱开始的 等一下我第二篇会讲 为什么是不是爱的开始 爱之所以最大 爱决定你的信心是得救的信心 还是假的信心 加买太师第五章六节说 你受割理不割理都不重要 不是宗教的意思 乃是在乎以那深放爱心的信心才有功效 不然之外有果效的信心 真正跟神对齐的信心 是借出果子的信心 你没有爱 你不用谈恩赐 你的信心多大都没有 那信心是假的 真正的信心 是深发人爱的信心 下拉太书五章六节 另外爱巨大 你发起 我在第一堂里面 这一次的第一堂里面 以信为本的态度里面 我有讲 态度给你启示revelation 主 知言的管理的需要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制度 维修 知言是根从意向的 不是意向的根从质养 这是很重要的道理 当我们的机构缺乏钱的时候 可能我们跟神的心意 旨意被对齐 你发现你对齐的时候 神的指言一定会来 你需要的time treasure and talent 时间才干 拆保一定会来 所以你发现 从这一刻来看 爱巨大 是因为 跟神有正确的关系 是 盟业的对齐 必带来正确的启示 正确的启示 必带来之言 所以 relationship leads to revelation revelations entracts all the resources they need 所以我们不能本末导致 这个词示 代表我为什么用这个案例 你的品格的深度 会决定你的高度 你的高度会决定你的直度的宽度 这个次序 是圣经不断重复的次序 所以爱是最大 不是在永恒当中 爱 没有信实 没有王 那件事是很肤浅的解经 没有看上下文 没有看圣经的总颜值的解经 真正的解经 要解释很正确 我们必须要回到上帝原本的意思 然后爱 巨大师 因为一切都是这个爱开始的 神就是爱 今天我们说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 那个一 和一的一 三个位个之间的紧密的关系 圣父圣子圣灵 位个与位个之间所产生的 就是那个永恒的爱的关系 所以爱是重生的爱 我们没有爱 我们没有爱 耶安一书这个爱的使徒讲 我们没有爱 爱是重生的爱 是从这个一而来 最实是爱 耶安一书四章八节 爱的延伸 我们最近讲说 产生的创造 今晚性 爱的完全 产生的救赎 人的观点可能想说 对 人犯罪了 上帝才想到这个 不是 神早在还没有造人之前 还没有造这个世界之前 祂起着人会犯罪 所以 以赴守树第一章世界说 从创造世界以前 我们在基督的面前 祂已经使我们成为圣洁 没有消息 祂已经坚醒了 你还没有存在 这个世界还没有之前 祂已经写上你 都是因为是神之爱 祭司性和君王性 这是整个神的国度的 两个很重要的组织 所以你发现 是从先有爱了 你才有宽度 你才有神度 你才有君王性 才有祭司性 所以爱是绝大 所以 所以 所以当神把爱 因为神的爱 祂将信心制给我们 我们才有高度 我们没有深度的 我们没有深度的神的爱的话 我们没有高度 所以因为神的爱 祂就把祂的 得救的信心制给我们 然后我们有了信心 然后我们有了信心 我们才能够盼望 那永恒的记忆 那我们才可能有幻度 所以昨天我们在彼得前述 第一章 三节到十二节所讲 你看背景里面 就讲说 我们在经过患难当中 我们还有大大的喜乐 我们还有满油的荣光 这个荣光 这个荣光 这个喜乐 在这个患难当中 在困苦当中 它使我的心宽广 它让我能够扩张 让我能够回应神的 这个 祂的心意 让我们 能够来盼望这样的记忆 所以他特别讲到 那个信心 比那经过火还能坏的信心 还要更宝贵 因为他给我一个不坏的冠灭 所以你发现 爱是知道 爱不是 最大不是 因为 刚才我讲 很多次我会提醒 因为很多传道人 传错了 解错了这些经济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 你如果 这两个没有的话 跟圣经其他地方 根本就解不通了 就不需要精华 也不需要祭祀了 所以我们 接下来看 那爱的扩张性 我们发现 爱 因为神是爱 它所以扩张 它要让人 偏满全地 来统治这个世界 治理这个世界 归荣耀的上 为什么红水过后 人 盖八变塔 要传扬自己的名 为什么上帝要 变化他们的口音呢 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在反上帝 这个命定 祂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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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宽掛 还有人要偏满全地 生涯 生涯的衝突 所以 爱的扩张性 你发现 所以 爱 可是信心对极客 是你本身 你所以 跟同样的 忘得成全性 也是可以 在极深的 可是爱 是不断的困长 所以爱 巨大 爱的黑异性 是联络全德的 应该是 《释迦拉太书3章14节》 他有讲到 你要神给我们 有很多的恩赐 爱是巨大的恩赐 恩赐里面也包括 信心跟胖化 可是是爱 是联络全德的 你发现 圣灵所建的果子 为什么很爱放在地上 因为它是联络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跟他人的关系 跟自己的关系 圣灵所建的这个爱的果子 让我们喜乐 有人爱喜乐和平 我们跟上帝对齐 让我们对人有忍耐 有恩赐 有恩赐 使我们跟人 与人之间 能够过对齐 最终你能够跟自己和好 你成为一个信实 温柔 有节制的人 所以对神 对人 对自己 所以爱 是联络全德的 神 神将他的德行给我们 干嘛 的品格 使我们能够成为 能够脱离这世界 来自于奇力的败坏 使我们能够有神的性情 是因为爱 爱 爱联络这些权的 把一切的品格都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讲到 品格的建造的时候 最终是 是阿甘贝 是爱 所以爱 是最大 所以爱的和异性 爱联络 这一切的品格 所以信心所带来的突破性 是靠爱的联络 所以我讲到引爆点的时候 我们知道是信心对齐的时候 带来一个这个Kairos moment 就是神突破的时刻 这个是对齐 让我们来到一个引爆点 可是是什么把它联络在一起 是爱 所以历代治下 十六章九节说 耶稣华人有没有偏差全地 他要先大能 帮助他心 向他重生自己的人 你的心比一切都重要 你心错了 其他都错了 你没有爱 你没有品格 你应用的恩赐都是错的 你的恩赐是高抬至极 不是扩张性 魔鬼就是高抬至极 我们要记得 爱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中的存在 太重了 每一天我们要求主向大卫 主要你为我造一个亲切的心 使我里面有一个正直的内容 这个太重要了 因为我们一切都是从这个动机来发出来 都是从这个心里面发出来 我人生经过巨大的低谷的时候 神要对付的是我心里面的神 以前我在教会服侍 墨养教会 做了其三十间 而且我最大的问题 我自己都不知道 在外表人家看起来我是举起裙背 在 在那个 有一次的营会里面 洗厕所 我趴在地上洗 每一个信徒走过 不只能看过世界这么裙背的长老 自行同事 我听到飘飘来 圣地借助一个灾难 要我看见我心中最大问题 每一个人要面对的 就是面对骄傲 你让神 指你身高 不要自己爬上去 神自然会照你身高 祂施恩给前辈人 祂主打骄傲的人 一个领袖最重要的品质 就是秦卑 你没有秦卑 不配做领袖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 我们的心一定要受到对付 不然的话 恩赐只能够使你 越来越骄傲 而你做的不是神的工作 而是你做的是魔鬼的工作 求主帮助 所以爱是最大的 所以旺的引爆点就是 那个Kairos moment 希伯来文叫F 可是 希腊文叫做Kairos 那个片可以来到的时候 就是神身高的时候 或是降悲你的时候 骄傲的上帝 叫他降悲 全被的他一定叫他升高 因为你一定会来到这个引爆点 这个引爆点可以上也可以下 所以你要的是上 你不要下 好不好 所以这个引爆点里面 这生命基地 二十八章十三节说 你要留心 你要听从他的诫明 你要态度上跟他对起 你不要偏主 也不要偏余 你走在你 你不要侍奉你的假神 你的心要对 但是你被你指 居上不居下 做口不做 神要叫我们认识 在我们的领域里面 超越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 我相信 在我们单从上帝会 大大的使用很多 可是首先 我们必须要降悲自己 神一定会使我们升高 因为这个引爆点一定会来到 人和委身的团队 我祷告 神会借助这个国度的时光 带来一个全球合一的 我们一句话讲说 全军一早 一架难求 我不断来祷告 在每个世界不同的角落 神兴起他自己的功能 有国度的胸怀 走载路进入这个天国的领域 风风风风风风的进入 有心胸宽宽的人 能够造成是团队式的我们 我们神要的这个团队式的圣体 不是高抬个人 因为人最大的拦阻 神的工作 就是我们这个自己 所以耶和福音三章三十节说 主必幸亡 我必须来 我们需要常常做这样的祷告 我们常常要来提醒我们自己 是我们这个老我 拦住了这个宝贝 在我们心中要学出莫大的能力来 所以基督是这个宝贝 是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当我们有人和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有地理 我们就会能够摆正我们自己的意思 这个呼召 这个诚信特别是讲的 你对你自己要诚实 你不只对神要诚实 对他人要诚实 你对自己要诚实 你有没有回应神的呼召 你有没有摆正位置 你有没有摆正位置 让神亲自的来为你征战 神力带之下 二十章十七节说 先自告诉犹太和犹列撒冷的人说 这一次你们不需要征战 这一次你只需要站立摆正战 你只要摆哈人的位置 你看上帝如何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 因为耶和华一定要为你征战 你一个人可以追赶一千万 两个人可以十一万个套 你想说我们当初现在每两个人可以追赶一万个人 我们这边可以影响不少来 引爆点是可以来的 可是要记得神不用无合自重 你要先做满足 不要做活力无足 做真正的基督徒 明白神的心意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有地理诚信 带来市场的优势 你发现 当你在上帝面前 留在人的面前 你会站在君王的面前 他会带给你影响力 因为他会赐给你天使 因为你在完整的制度的时候 你可以抓住上帝 你不会失去神倦顾你的时候 今天最可怜的 圣经部长来提醒他的百姓说 他的百姓常常 失去到神见顾他的时候 路加福音19章44节 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 只给了一个原因 因为他们失去了神眷顾他的时候 神要给他赢八点 他失去了 他失去良界了 因为 他们有完善的制度 他们没有办法来 隐藏这个战争 神 其实要把最好的给我们 他为什么 花这么多时间 给你这么多挑战 你以为他看到你这么痛苦 他很喜欢吗 他是因为看我们拍不上耶稣的 我们不像他怎么跟他一起做王 他天国不是搞完 他怎么能让我们这些品格 都没有被雕塑 能不能一起做王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然后最后 良善的国度的企业 我们要记得 我可能这一堂会应该有 会见到我们剩下多少时间 好 然后我可以来总结这个 良善忠心有见识 你发现常常 在教会里面 忠心良善讲很多 可是很少讲有见识的功能 对不对 就很多仪中在教会 我老实话说 不知道忠心什么 但没有见识的忠心 是完美的整合 我们要看到这个时代 缺乏些什么 我们要传讲这些先进性的信息 让人能够跟上帝对齐 我们不只在 我们首先 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良善 所以我们对人 我那天讲 世界五百强里面 你研究 虽然有些不是完全信耶稣的 可是是 你发现走不开这三根柱子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 这关系 人的关系很重要 一个企业人际关系不好 这个企业完蛋 人是在这个企业里面很重要的 这个之间的关系 因为没有合一的团队 因为你不用打赞 今天魔鬼最厉害的就是搞破坏 你发现每次复兴来到的时候 魔鬼一定要来考验我们 放一些让你破坏或移的东西 会放在那里面 我们不要做魔鬼的工具 我们要堵住切剖口 我们要借力的保守圣灵手 我们要从自己开始 我们要全卑 我们要对真理前面 我们要全卑 我们要忍耐 我们要成为温柔的人 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 我们才能够以爱来彼此联络 爱才能够联络起 这位合一的团队 我告诉你 全世界没有人能够帝国一样 真正被主案 连接在一起的团队 为什么教会能够复兴起 因为在教会里面有爱 这个爱还重要 爱 让我们见到一个良善的起源 然后一个忠心国的起源 一个有诚信的起源 让每一个人回应自己的孤导 每一个人摆正位置 离外一致 对神诚实 对人诚实 对自己也诚实 这是一个惯性 这个诚信 我们不要骗自己 也不要骗人 你骗不了上帝 可是很常常我们骗人 又骗自己 自己欺人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也成为一个有诚信的企业 然而有见识的过度的企业 我们要追求作用 通常因为企业里面 没有好好的经营 按照圣经的原则经营 所以教会对这个字眼 成功啊作业啊都感到很好 你不要把我的教会 把你社会的什么 制度带进教会来 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把世界的 价值观带进来 可是我们天国其他家 应该把圣经的管理方法 制度带进这个家 因为我们是有见识的 所以你发现为什么教会很吵 谈要有见识呢 我只要有良善有中心就好 我们在这里 哈利路亚 这边阿阿阿阿不要请 所以今天为什么教会造成 很多这种 星期一到星期五 阿阿阿阿的人 只有来到星期天 哈利路亚 为什么老师这样呢 因为他们只要有良善中心就好了 不管我们要有见识 我们在企业里面也是敬拜 不要把你的企业分为一个事物的工作 你的工作就是敬拜 你的工作就是完成神在永恒中 找我们的目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希望我们大家 能够看见这个完美的图片 这个完美整合的图片 是来自于基督复活的大人 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里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求主监察我们的心思 试炼我们的意念 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们走这个永生的道路 求主让我们认识到 这个品格是最大的最重要 我们要建立起这个企业家的 天国品格的数字 我们必有带来高度和宽度 神必定要成就祂自己的工作 我们求主挪起一切的拦住 我们每个人心在上帝面前立志所做 对付我这个老我 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骄傲 让我们能够被主来升到 将主耶和华的荣耀 认识耶和华的荣耀 带到地上 偏满全地 就好像海水充满海洋一样 让我们从一个良善中心 有见识的不然 给我们一个完美的整合 天父当我们看见 基督那完美的形象的时候 你就是那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 你就是神本体的真相 你用全人的命令来拖住外表 你不只帮助我们创业 你给我们守夜 给我们看见神你自己的心意 来示你自己的大使 记住你的大使命 把天国的荣耀 天国的文化 完全带来到地上 让我们脱去这个宗教的外衣 脱去这个里外的不一致 脱离虚假 进入真实 给我们在我们的企业里面 有一个很高度来看神全团的计划 给他看见主 给我们的命令 给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什么 谢谢你主 求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 在这个课会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事意念都被转化 完全地来归向全非属基督 祝你在全地你的名被高举出来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来传扬基督 建筑建筑我们的起源 活着基督 因为我们活着就是基督 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把贵民请求 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天父求你引导我们下面这段时间 你让我们靠着你的能力 家庭给我们的能力 让我们在这次的提示里面 我们意见耶稣 我们的生命被转化 我们的起源 被主力提升 因为我们也尊你伟大 祝你帮助我们 把以下的时间 这问题简单的时间 恭敬仰望交托 奉耶稣保贵民请求 一个一个来 从空气来 大概时间都告诉我一下 一个人信徒是否 既可以当老板 又可以做牧师 这两种身份 是要怎样的平衡 你是在问我啦 是吗 你叫我做的还洗不洗呢 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护照 可能是 也借助我过去的经历 看到两边的惨痛 所以他让我的怜悯 让我能够在两个领域里面 我都可以用他们的角度来看 这些的张力 然后从圣经里面找到这些的答案 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的护照 同样每一个人的护照都是独特的 最要紧的你是回应神的护照 重点是在于无论我们做什么 我们都要从心里做 所以重点是你要回应神在你生命中的护照 我们要跟我们自己的命定比 不要跟别人的命定比 所以你做企业的老板你要记得 完成在永恒中神造我们的目的 企业的成本 成本中税收占起了很大的部分 如果不偷税漏税 我的企业将无法存活 我该怎么办 好不好 今天我们就在第十六部讲 第六部我们将来讲 企业怎样面对解决问题 怎样对这些潜费症漏税贪污 还有这些贿赂等等的问题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就想把这些归类 在我们不同部所问的问题 我们就归类 你相信你上完那一部 你就会很清晰的 好不过我现在给你办的答案就不好了 其实在我的灵修里面 也有讲到这个问题 里面也有这个答案 你们如果要去读 当初也有 可是我们留在第六部吧 留在第六部 就是如何解决这个企业的问题 跟这个贿赂和这些的潜规则的问题 企业是夫妻共同经营 当事丈夫要求妻子在企业 管理上要顺服她 妻子却是企业的法人 怎么办 就是你的妻子是你的老板 怎么办 那你就上班的时候她做老板 回家的时候她做老板 轮回一下吧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在哪一个领域里面 谁斩绝 其实呢 我比较鼓励弟兄做老板 多过于姐妹 当然这不是个绝对 因为这要怪怪是我们的弟兄不争取 不能怪我们的姐妹 我们弟兄呢 屁股太尖做得不稳 所以听到听不进去 不能举上不能 不能举上只能够举下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其实神给弟兄是应该是任务导向的 然后妻子是一个关系 比较关系导向 当然这不是结论 这是一个美好的配搭 这单球这是我们不需要面对的一些事实 那我只能够说 你在公司让她做头 在家里让她做头 可是这不是一个完美 这不是最好的 可是这是没有办法中的最好 因为在企业 他既然是你的老板 当然你要听老板的事 然后我们讲听话 你要记得听命生以献祭 这个真理很重要 换句话说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位置摆正 很重要 因为在这个世界 本来就是受惊玷污 造成许多的不平衡的事情 可是求主帮助我们的平衡 我今天需要快一点 因为我们需要早10分钟结束 我们同工 在进行股票买卖本投资时 往往要做止损 stop loss 应该听得懂 牧师你谈到信心对其 其实会带来知言的辟合 但现在 信实中 不论多有信心 也会做止损 这应该怎样的理解呢 这跟基督徒应该买保险一样 止损就是stop loss 就好像个保险一样 其实这个在我们地 南京的 特别跟南京打广告 就是抓住商机里面 应该是那一步我们会看到 这个关于我们基督徒应该买保险吗 就在投资里面应该要止损吗 这些东西 可是特别你在买卖这种的 你更重要的 你这种 进进出出很快的 你是不是在度过 一线之差 你可以是一个投资 可是 南京的圣经的原则是贪财是万恶之根 圣经的原则就是 知足加上俊权是大力 人常常巨大的问题就是贪所带来的 是用许多的愁苦 这样自己吃透了 没有过去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 我可以在市场里面一天可以赚这样几百万 很好的收入和币 让团币那边 哎呀 辛辛苦苦都没有赚这么多钱 一天数字上上下下进出就是可以了 可上帝也在那里也教导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其实这是赌博嘛 赌博是绝对不可以的 你的贪念可能会使我们跌得更惨 可是止损是应该的 所以你用stop loss 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 很多人不认识 他可能有七千万的身家 在睡觉的时候 几千万 醒来的时候破产 很多很多 在各业之间全球的 他没有止损 结果他是open naked position 所以有英文字一字讲话叫做 When the tides go up You know who is swimming naked 你懂得意思吗 当潮水推的时候 潮水演出大家花花花很开心 大家吃螺螺在里面 没人看见 可是当潮水推的时候 你就知道 whose position is not protected 所以呢 只损是应该的 可是我不鼓励你这样的经历 因为这是贪财万而之分 这个我们在以后在这个 风险那一刻 希望我们会比较仔细来看 那些的圣经的原则 如果企业家认为做好一定要钱 不实际的要有证明的评论 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说 你要做好你需要钱 我没有否认钱的重要 我没有否认资源的重要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钱是重要的 钱让这个资源是让我们去完成 所以不要低看资源 可是你发现资源是在排在最后的这里 我们当然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我们有意要做好就注意这个集市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 圣经告诉我们在真言 它说 英文是这样翻译的 Don't wait yourself out to chase after wealth 不要每一天都在想老师追钱 他特别还讲说 这个钱会涨着 像鹰一样飞掉了 隔夜之间你的钱才可能没有 一些职场的人常常追请你 不过 你说 你如果是真日基督徒 你是讲基督徒上帝不管你 因为反正你要记得 神最大的审判就是任凭你 我们基督徒有时候 上帝管教我们 是感谢主 因为我们是有神秘的 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神的管教 当神管教 因为神告诉你 永恒你比你现在怎样 你追钱追钱会飞的 你要让钱追你就不要了 之言是追赶意向的 所以呢 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也否认钱总要做好 可是 你必须把这个持续放对 持续放错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看感谢主 有很多大富大贵人 包括我 上帝因为爱我 给我第二次机会 祂给我机会 你有钱 你不为神的国做使 这些钱会成为你的大灾害 这些钱是会使你 你要来买药 要医你的病都不够 你的钱会不离 必把你都没掉了 我跟你讲 只要投进国度里面前 才是你永恒的记忆 一切都会过去 这世上和其上的情谊 都要过去 唯独 遵循上帝自己的 要永远参存 所以这个平衡很重要 我们要这个 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带来这些的意向 支援平要追赶 这个意向 怎样平衡公义和怜悯呢 完结完怜悯 怜悯是爱的其中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章学文 爱跟公义怎样去平衡 你看看上帝的宝座 祂以公义为了的宝座 当他审判的时候 他不宜有罪无封为罪 神不会因为 你长得漂亮 你就判了清一点 不会 神一试同来 祂不会有罪无封 祂是完全公义的 所以为什么法庭呢 现在他要跟 一个女 坏的女人 然后朋友要用个眼睛 换句话 他是在审判的时候 他不看人 不看人 因为这个有钱 就给他 这个是公义 公义 可是爱是什么 爱是 因为当上帝的公义审判 我们没有一个人付了钱 我们没有一个人 能够赎回我们自己的公家 所以爱 因为爱的缘故 上帝的爱的缘故 他猜了他的爱子 为我们 实在实施加上 他太体了我们的乐趣 所以只有这个爱 能够成全的这个律法 律法里面的审判 但我们没有任何能够赎 所以我们准备来 准备来平衡这两方面呢 在特别的在企业里面 要记得 君王在决责上 责任上 仁义里面 我们要讲公义 分 三法分明 这是制度的问题 可是王刚才讲 制度 管不了 坏了只能够管好人 所以品格很重要 更重要的 你要塑造 你的团队的品格 因为人会从法力的漏洞 更猖狂 我们中国人讲说 上午政策是要有预测的 你多大 怎样的制度 人家都会有病 最重要 人心不需要改变 而人 要改变 要有基督的爱 被激励 我们才能够 性情被转化 所以罗马书第五章 三节到五节说什么 神为什么 勇喜患难 在我们当中 因为我们没有爱 患难要生出忍耐 忍耐要生出老恋 老恋其实就是平等 老恋 盼望盼望就 不至于羞耻 那赐给我们的神 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因为我们没有爱 疏忍耐 就按照神公义的审判 所以在这个张力里面 在这个张力里面 你发现只有在真理里面 这两个才能够得到协调 得到平衡 这个也是就是 这个考试程常常有讲 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工 因为他们一首时间